相关情况呢 我台信任频道会持续关注 介绍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 将于今年的11月12号起 发行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 那和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相比 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 在保持规格正背面主图案 主色调等不变的情况下 对纸币正面背面各做了三项调整 正面调整是 一 取消了表面右侧的凹印手感线 隐形面额数字和左下角的光变油墨面额数字 二 表面中部增加了光彩光变数字 表面右侧增加了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和数号码 三 表面右上角面额数字由横排改为竖排 并对数字样式做了调整 中央团花图案中心花卉的色彩图案 接线形式都做了调整 胶印对印图案由古前臂图案 改为面额数字100 并由表面左侧中间位置调整至左下角 背面的调整包括 一 取消了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 和右下角的防复印标记 二 减少了表面左右两侧边部胶印图文 并对面额数字100的颜色等做了调整 三是 年号调整为2015年 央行表示 总体来看 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集成应用的防卫技术 更为先进 布局更为合理 防卫技术水平有明显提升 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发行后 和现在的2005年版100元人民币等值流通